各位好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这个盘后节盘的节目 今天台北股市不错 涨了220点 但是在涨220点的同时 如果你在上个礼拜 把股票都出了 今天涨220点 你是去追呢 还是心里对心肝 还是开始放空 我想我在9月 应该是9月3号吧 我就9月下周报 我就跟大家讲 中秋节赢买点 赢低点 中秋节赢低点 对吧 然后告诉你会来的位置 是14500到14500以下 对不对 那当然那是对我会演 那是对我会演 因为那个周报是对我会演的 我没有对外公开 我就对我会演 那你们也都看得到 因为有的时候 你会跟我助理拿 我助理也不会按赌 都会给大家看 那包含个股 那我们来看一看 那个时候呢 我说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把它杀到最低点 杀完最低点以后 今天谁强谈 杨明 今天谁 今天把2613都来到涨停了 中贵 然后2607也都是 都已经涨了七八% 所以来到这里 有个股票 有个股票 你要知道它的价值 那你要知道买卖点 所以获利的关键 我不断的在讲什么 获利的关键是选股为买卖点 这一次的行情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从这底下下来到这里 我说14000点是支撑 我那周报呢 我哪一天 周报我把它拿出来给你看 我说一万四千点 然后说第一个点叫15100 第二个点叫15500 那这个点来到哪里 来到15475 算我不准 才有点 那我想是下来的位置到14500 那基本的架构 这样1000点你避开了 我说比较弱的股票 这里要出光卖光 然后要买下来再来买 今天你看现行来讲 以为是倒行环转 我告诉你不会是倒行环转 那台积电呢 台积电没有可能 台积电你看是这样 你看台积电是这样 我再给你看一下 马上你会觉得 怎么会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买卖点的掌握住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就像这个生计列股一样 就像这一阵子沙队低的那一档股票 我在这里公开给你讲叫6550 我说沙回来这个位置 你自己看嘛 这个位置叫哪里 这个位置叫做月线 我说沙回来月线是买点 今天很多人都讲 你看我月线买进了166 167买 买了 你要事前 我会在这里就讲了 我会在这里就跟你讲 说的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弹起来 那今天最高呢 又来到差一点涨田 所以喔 有时候灰车过分比都不好啦 你要自己去把握住 把握住 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那媒体上来讲呢 今天 我以前跟大家讲几个东西 第一个 这个生计股等一下我来讲一下 6901 我那时候跟你讲说 他到哪里 他到330块 我说一个笑吗 300块 我说300块 这在涨什么 这涨什么 结果我说下来 那下来到哪里 下来到两位数 然后弹起来这个位置 我说第一个位置 大概到一半的位置 152.5 然后再回到哪里 再回到 我再给你看一看 再回到跌破100 所以那个关键啊 买卖店 你说有 你下来破100买 又15又买掉 下来破100又买 那你不是市场上的赢家 都是你嘛 那叫公望塔 每个人都会讲 这叫看图说故事 台语叫公望塔 然后 然后国语叫看图说故事 对啊 就是这样嘛 那每一个现在分析师 都很会看图说故事啊 每一个都是这样讲 那所以来到这里 我希望呢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也是领先来跟你讲 那不要说今天每一个人都讲 哎呦 威盛 掌停 我讲威盛 这一次要掌的是什么 掌的是上海造星 不是掌元宇宙 我是不是讲 我是不是讲 这一次掌的是上海造星的概念 不是元宇宙 那如果是将威盛掌停 那理论上2498应该要掌停啊 他怎么没掌停 你6118 这个建达初期待也要掌停啊 3508应该要掌停啊 他怎么都没掌停 为什么唯独一档2388涨停 这最非常重要的嘛 那因为2388涨停 所以今天那个 那个一金一科也好不能队 我也有整个日涨 所以希望希望每一个人都不要套牢 我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赚钱 就一样一样 6643今天为什么这样 那6533为什么今天这样 那3529今天为什么是这样 那为什么唯独他只有这样 那3035的字眼为什么也是这样 所以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而是你事先要知道 所以然他的KESIA 他在掌什么 他在掌上海造星 他未来还有一个叫Sentoro Sentoro他已经把员工 卖了十几亿美金给Intel 但是他手上还有专利 还有专利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2388 来看一看 2388今天涨停 蛮开心的 但是搭下来的时候就不开心了 当时我们在讲 我都拿给大家看 当时我在讲的时候是66块2 66块2是在这里 就这一根 然后他有没有回到哪里 回回下来回到这里 回到67块你敢买吗 不敢啊 不敢今天每一根 威盛涨停 威盛涨停 是别人的股票跟你没有关系 这才最重要的概念 好不好 我在讲电子股就是 用电子股的概念 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讲到 国际半导体涨 我说第一档股票 什么你不用看 就是加登 有没有创高 那之前涨的叫4770 今天它跌我还是照讲 对不对 上平 4768 不是 4768 对啊我没打错 对你看 京城又在创高 最高又差 好像差一档来到涨停 229 对差一档来到涨停 所以每一个轮动的节奏 你要自己去把它拿捏好 这样就OK了嘛 好不好 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今天早盘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类股 等下解一下大盘给大家听 好不好 今天运输类股涨2.3 电子涨1.77 生计类股涨3% 你知道原来生计类股早盘是跌的呢 早盘是跌的 早盘最弱的是生计类股呢 那现在变成最强的又是 又回到生计类股啦 多厉害 所以重点也就是这样 生计类股 我们讲那一档股票好了 这月线叫165.5 最低来到166 对吧 那你看到今天涨停 最高涨停 最高差一档涨停 每一个人 好厉害 赚好多钱 火車過分比较不好啦 对不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除了在6901帮大家以外 我还在一档股票帮助大家 那一档股票叫4136 我说你是在垄断 垄下一个框嘛 是不是这样 我那时候已经跟你讲了植物新 植物新药 在美国FDA是不容易过的 植物新药 植物新药 植物新药是什么概念 我还说得比较简单 让你听 植物新药就跟我们中原 很接近的叫植物新药 疑高FDA 要让一堆中药的成分都通过 都拿到用程 那台料整个都掉了 美国不用中药都用中药就好了 所以不可能给你过 这样说得比较简单 所以你植物新药你要去 如果你植物新药用的是什么衣材 譬如说合衣衣材 这个它不是植物新药 那可以过 但是你要拿新药来 那原济的太多的来了 不同样 你只有学理 药理 你就不会过了 那你给我讲 你的成分是什么 碳水化合衣 碳水化合衣 就有你的抑癌症 情意学理 药理 你怎么过 过不了 对吧 因为他们不相信 他们不相信中药这一套 就像清冠一号 我们这里可以 你去看美国 会不会给你EUA 全部都是碳水化合衣 怎么依 不过 食品会过 有材不过 这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要去知道的一个 commer sense 也叫常识 所以你讲说 我用那个什么 牛樟枝 用什么 什么东西可以依 新冠军 在阿州行就通 去到美国行不通 FDA不会给你过 美国也不会给你过 歐洲也不会给你过 因为他们不吃这一套 他们不知道中国 那个有千年的历史 渊源游藏 游下来的这个神龙寺 藏百草那种 他不跟你来这一套 所以植物行星药 在美国在欧盟 不是那么容易过 真的 因为你光学理药理 你就买了 学理药理 你油的成分 成分是什么 那这个成分 为什么他可以医治 碳水化物可以医治 我解释 所以基本上我就讲了 是这样的概念 结果呢 申请EUA 好 你要穿 穿 他穿很客气 他说 请你再回去做一下三麒麟床 效果比较好的时候再来 技术说不会过啦 你做十三年一定成来 也不一定会过啦 你看 你看这多惨 他以前给你涨到哪里 以前给你涨到 我来看一下眼镜摘下来 335 今天给你跌到 67.5 所以我才讲说 我们油的现在做油的 我们要投资 投资这个生计股 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与其 赚不到那么大段的利润 但是我们不要中枪 所以 没有解盲不做 4192不是这样吗 他不是说我解盲一定会成功 一定会过一定会过啦 好一定会过啦 有这十几块 去到我再看看 那是几块啦 我来看看 好像三十几块的款 三十几块 我来看一下这几块 四十几块涨到147块 结果呢 结果解盲失败 落十几天半 对吧 你的钱可以这样耗吗 那失败十年 还可以再回来吗 所以这要重点 所以想要今天讲的 几件事情 我等一下 这生计的部分 再给他讲 就像我在讲威胜的时候 我跟别人讲的 不是 人家讲的原理之后 我都不是 我只有给你放的 第一个叫上海造星 我跟你讲说 威胜在的是中国的 他们Care 那个叫做龙星 中国星 上海造星 这样了解 如果你认得问题 加入阿俠的互动的群组 那有几件事情 跟他报告 我们有个 中间的业会专案到今天 今天晚上都截止了 你自己把握一下 那个中秋节业会专案 那换骨的战斗班也邀请你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等一下回来 我再讲一讲 有一些新的题材 今天报纸没写 报纸没写没涨 你才有机会 我来跟你讲 你才知道 那不然是这样 以前我跟你讲 六七九六 六八 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六七九六 好 净宏 对 六七九六 那时候再跟你讲 净宏的时候 股价在这里 跳起来 七十几 现在多少 现在一百多 那最高多少 一四七 好等一下我们回来 再跟大家聊一聊 让你不知道的东西 让你多一点 获利的体材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出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大家好 欢迎回到 股市文牌第一个改端 刚刚点净过我已经讲过嘛 营收好的 然后今天网通股 来6285的企迹 你看再创高了 你看投信 那这营收 营收 不是不是营收在这里 怎么这么好笑 营收你看得起来 那营收又再往上冲高 然后2345字帮 对吧 那3596字以下来再上来 那3380的明泰再往上冲了 今天又收到将近最高点 对吧 那4979 我们就在这讲4979 那投信 投信又买 又买1000张 然后今天有没有黑 今天黑耶 黑给你买耶 是不是这样 那我说他起来会对什么 3047也会被带起来 有没有黑耶 涨起来 对不对 他又起来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有些股票基本的架构上来讲 你不要急 有太多股票做一下功课 譬如说我来讲一下 譬如说最近买8916 这个叫做光荣 光荣是做羽笼衣的 全世界羽笼衣的台湾做的 你看这个是投信买的 投信昨天买560张 560张 对不对 那今天冲上去 那看投信有没有买 那结果我们看一下营收 原来营收才好 上半年赚3块 那后面营收又这么好 那是不是未来 是不是还会赚3块 就变6块 6块的话 如果赚6块的话 现在50几块便宜嘛 是不是这样 就这样的概念 那还有什么 好还有236 2367 本来是2313嘛 这个是低轨卫星的概念 但是投信最近买了 所以起不去 正常 外资买投信买 所以起不去正常 那2367他起不去 和人家 你起不去 2367叫什么 叫药华 好 药华我们来看一看 药华这投信买在这里 昨天礼拜四买最低的位置 2335 最低嘛 再来这一个 这一个是228 这一个 这一个是233 这一个 这一个是226 所以的成本大概在多少 大概在233以上 AVG大概233 235左右 那你看一下今天在哪里 今天下来 今天到233 那你觉得呢 如果今天投信不卖 如果 我说如果投信不卖 那这个是不是又来到你好的点 因为2305 这个地方228没有跌破嘛 这个地方226 那就226没有跌破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试试看 因为大家的成本都同样 大家的成本都又233嘛 那我投信买这么多233那我在这里 这个概念就跟一档股票一样3081 3081 那个时候联雅 联雅就说投信买在这里 买买买买买买 后来不是又掉下来 我应该是这样 比如买在这里买一买又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又买又上去又上去 那杀下来就投信买买 那又上去今天又漲停 你说话很难嘛 好吧 那我们讲生计 生计这一份你自己去看 这是我们杜小姐 这是我们 我们业界非常非常资力 非常深的一个记者的主管 杜姐杜慧隆 要证解盲关键起生意也暴冲 然后再讲说生计股王争霸等等等等 来讲 第一档股票叫共信 我就不用这多讲了 现在讲到保龄 讲到北极星 那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讲到我讲的意思 我讲的意思是 我们无法去解读 人家说解盲的贵也不贵 像650到这里 我虽然跟你讲说到这个地方会有支撑 但是你问阿西亚 你有没有去买 我告诉你没有 这就是阿西亚的设计我的原证嘛 他要贵 我要用 他要贵我再来用 当然FDA说他提早稍后 我当然知道他会贵 但是我们原则就是 除非你解盲过 解盲过我也可以用 这是非常概念 非常重要的概念 不会不会像4195分线这样倒 这样放十几千千千万 这个东西我们不要 我们不会贵得到一遍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样的概念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像今天有一档股票 4132 他说EUA 那一档股票都不会贵 EUA还会贵 因为肩膀在收也知道 诶 坐盲没贵 没贵 没有 没有 没有效果 然后还会给你EUA 是动作美国人是 脈筹去那里有效果的吗 还在期待说EUA的贵 有没有效EUA的贵 这用这个叫做commer sense 你还在这边期待 来到这里 还没贵 没贵 300 我再看一下 335跌到67.5 这叫情何以堪 是不是这样 但是人家也有金公司贵 那动作都不像 我上次跟你讲6796的时候 我再跟你讲6796 镜鸿的时候 在这里 没有人认为他依财会会涨 那4743为什么会涨 这也依财 这是依财 这依财也是涨停 也是涨停 涨停 涨停 涨零涨零 就是涨零涨零 他也是这样 他不是这样 那我们最近在涨AI 我们台湾有一家 做那个叛读 叛读那个影像的 AI的那一家公司 叫做6841 你是不知道吗 他通过了 美国FDA给他通过了 今天爆出近期最大的一样 你有看到吗 如果亮相价型来讲 应该要过这 过头前这不是多少 你自己去看我不要讲 你自己看 亮相价型 你看到吗 那这里为什么会有人接 因为你在吃月饼的时候 别人在做功课啊 他通过了美国FDA的 医材的审理 过了 在辨识什么 辨识 热胸腔肌 S光照下去 他可以用AI来辨识胸腔肌 胸腔肌是癌症第四期 大概90%会发生的现象 胸腔肌跟腹腔肌 目前来讲没有什么特效药 但是他可以来辨识 他可以用AI 在照S光的影像之后呢 他马上就可以辨识出来 不用再做进一步 什么侵入式的 他不用侵入式 就可以把它辨识出来 他拿了药证 你知道吗 美国FDA的药证 他今天竟然只有涨多少 我看涨一下几% 76块9 88块 去15%嘛 涨15%而已 他已经拿到药证了 拿到 不是啊 他依材嘛 他依材的上市许可 应该叫上市许可 这个在这里 给你看一看 你看到了吗 这个就 这你有去注意吗 常家制 在哪一个 用AI的辨识 用AI啊 用AI 这叫精准医疗吧 用AI的辨识 辨识可以照S光的时候呢 从AI 用AI的 用他的一个分析的这个系统 他可以辨识 没有侵入式 在没有侵入式的情况 可以辨识说 你是不是得到了胸腔机翼 胸腔机翼是这样的 胸腔是一个封闭式 大概三公升 三公升 基本上三公升 就洗一口 这个 这个 神仙 神仙也救不了 所以他要抽 要抽出来 抽出来 每个 每一次 每个礼拜要去抽 一抽有的时候抽出来是 是几百 也几上千cc 这样了解吧 所以他这个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检测的系统 其实是有很大的市场 因为这个市场 应该没有错的话 全世界应该有八千万 八千万有胸腔机翼的这个病患 八千万 将近 要八千万 那你看看 他跟这个一样 六七九六 这个叫做 抛弃式的内视镜 抛弃式的内视镜 他这样长起来 那这个胸腔机翼 这个部分叫六八四一 报纸没写 我来跟你讲 反正你要去做你就很简单嘛 就这六九四跌破就挺损 这样比较简单啦 不要讲说 人的FDA的上市席可已经给他了 你在干嘛 上市席可给他现在股价是87块5 然后人家说叫你 给你讲说没希望的78块 这有的时候差很多啦 差别很多 所以我把这一档送给你 好不好 这一档就像六七九六当时的一样 那时候的进宏在这里 我那时候给你讲的时候呢 我现在没办法拿那个给你看 那时候我讲的时候是在这里 那跳了完了以后在这里70% 70% 70%再起一杯到147 现在我把这个东西6841给你 告诉你美国FDA给他的那个上市许可 现在股价才87块半 那他以前的股价在哪里 以前股价在 最高的股价是230 历史高点是230 好吧 你自己去study一下 新的东西阿霞都会跟大家分享 然后其他的就是共性的部分 这个都写在这个地方 不需要阿霞再去跟他讲 好吧 有任何问题呢 加入阿霞的LIOT 然后这个时候换股战斗班 然后我们这个中秋节 优惠专案到今天截止 谢谢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